你喜不喜欢自己那天就是 稍微有个朋友给我透露点 我答问一下 完全没有人给我透露 而且我穿的好厚 武汉突然变天了 我就穿成一个中巴车上卖票的书 我可以把毛毛 他的对备注改成白玉 那道理也是 效果也是一样的 我说不定还可以得到一些回复 有病吧 白玉说有病 你有没有那种 就是 迅速跟人打开局面的方式 有 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人 就比如说你看节目 或者看戏什么的 你特别喜欢一个人 他有的 他比如说是谁呢 白玉 哦 哎很慢 那 哈哈哈 哎呀我我之前有个戏 差点就跟他合作了 因为他档期又不行 我当时就急了 我说怎么就不行呢 哈哈 那李月琴为了跟白玉上节目 调档期去的 有了 十来十几次 上了吗上去了 去了去了 怎么见到人 现在还是 还是 还是 你们说多完蛋 去了连微信呢 怎么回事啊 怎么那么多档期 我就觉得我加了 我也不会找他玩 我也就对他是这种打扰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样 雪芹就是说有的时候我喜欢 比如说我喜欢一个人 就是我不能有粉丝心态 我不能让他觉得我对他有 有那种往上够的那种感觉 对 我是这种平起平坐的 需要反复告诉自己是什么 我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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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我此生也无法克服 我也会判断 就是你是想要这个人的微信 还是想跟这个人有正常的来往 对 因为我没有微信咋来往 因为我当时的判断 有共同的朋友 对啊 因为我的判断是 我加上他会不会 我也很难主动跟他说什么 加上他明天早上发个动图 早上好 哎呦 我想 再发一个晚安 晚安 盖被子晚安 对方一看 那我完全可以把我的其中 我可以把毛毛 那个改 他的对备注改成白羽 那个道理也是 效果也是一样的 我说不定还可以得到一些回复 有病吧 白羽说有病啊 白羽拉黑我了 在神情 我太变态了吧我也 我就这样反复求白羽也不太理好 对不起 白羽老师和白羽老师的粉丝们 对不起对不起 实在不行就见了吧 哈哈哈 保留一部分 咱们肯定会保留一部分 太荒唐了 算高吧姐 现在就做了是吧 做 一会都吃晚饭点了 我先把奶油打出来对吧 哦 哇哦 我们给这蛋糕得做个主题吧 宝宝们 你说一个姐 你定一个主题 乘风破浪的毛血忘了 浪怎么做呀 画点呗 拨浪 对哦 给浪弄点蓝色 还没有有色素啊 有有有 来了来了来了 呀呀呀 提符尼蓝 提符尼蓝确实是 提符尼蓝被你打出来了 这个蓝可不好打 你看 真的啊 李雪芹打出了提符尼蓝 嘿嘿 毛毛你看 啥呀 这是个船 摸吗 我可从来没摸过 我感觉这样很老爽 哎呀我觉得老爽了 哦 哦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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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水行可以啊 非常有手法 一看就是手做的 像哈利波特过生日那个蛋糕 然后我现在把船放上去啊 或者就这颜色呢 是黄色吗 这种 你还得表点花吗 我试试 对 你表一下 哎可以啊 你来 漏了 就有点使大劲 就急不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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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就是这样挺好 哎这蛋糕弄出来挺好看的 它有一种拙劣之美的里面 我们先跟它合个影 都在 太妙了 我好期待晚上的火锅 那我先把锅熬上 这个熬了这么辣 这里是啥 有 炒好了 这锅绝了 来了 绝了 我的妈呀 这熬的差不多了以后 再放两个 最后 扎一点 扎一点会好 我的妈呀太香了 这刚刚刚 刚才有一股味 冲进到我的皮子里 味蕾一下被打 对 生理反应 可是帅啥都不好吃 谢谢一家 还好吃了 还不是特别辣 啥样我给尝尝 哈哈哈哈 雪晴那个 香 嗯 这是真的老师傅吵了 咦 看着就来劲 可不咋的 好久没那么吃了 嗯 跟你们涮你们 你会把肉下进去吗 下呀 哎 姐你能接受我们把毛肚丢进去 然后就等着吃 不太能接受 因为那不好吃 真的不好吃 那你能接受别人这么干吗 也不能 但是有时候就解释不过来了 你看 这个要大概涮涮什么 你看 它一定要沾空气 你知道吗 好 来 你俩一样 谢谢 谢谢 煮久了就真 真不行 包菜好吃了 来吧 今天你吃吧 我俩学会了 哦 好吃 还行吧 这家 太好吃了 太辣了 你们喝可乐不 有本事 帮我拿一个原味如糖的 给 谢谢 谢谢 没事 哦 这个 哎呀 哇 哦 哦 爽啊 那我们就聊一聊 浪漫的爱情吧 火锅就聊浪漫的爱情 果辣的爱情故事 爱情麻辣烫 人生就爱听这个 那你俩是什么契机决定的叫结婚呢 我没想结婚 但是他就给我求婚 怎么求我可好奇了 咋的呢 你们这吃火锅就好好吃好不好 我最近看刷到好多求婚的视频都把我感动完了 怎么 你要备案一下 就是感觉求婚那个事很 我也特别爱看边求婚 对啊 很想哭 我就 我就当时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不想结婚了 我说我就 咱们就谈恋爱吧 我有点苦婚 就是那当时啊 然后他就后来就 反正一直对我特别好 后来一直跟我说 咱俩结个婚 就领个证 领个证行吧 受法律保护 以后谁再拍咱都不怕了 夫妻俩 最后终于说 那行了先先领个证 然后我就算了个日子 然后刘江导演就打电话给我了 欣逸啊 我听那谁说你什么什么 几月几日上午要请半天假了 那袁洪为什么也要请半天假呢 我说 我说咱俩有点事 刘江导演是一个特别特别 就是戏比天大的一个导演 然后他说什么事 能比拍戏还重要呢 我们俩就看了一眼 我们俩想领个证 我现在就给董筹打电话 给你们俩都安排出来 领个证 然后他对抖着拿着情婚证 看我俩刚刚说一盖了 看了一样的 好 然后说你一本我一本 还是放一块 放一块 哎 有证了 可可 所以求婚是在领个证之之后 哦 还有策划了一个求婚 你知道吗 我真不知道 你你稀不希望自己那天就是 稍微有个朋友给我透露点 我答问一下 完全没有人跟我透露 而且我穿的好后 武汉突然变天了 我就穿着一个中巴车上卖票的书 常常我们看网络上有一些视频也是 出现的朋友们都是非常责戏的 然后那个主人 只有女主角真是穿的是最朴素的 大家好 大家好